哈囉 大家好 我是岩霸 我是大木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可以最準時收到我們的訊息 還可以到官網 捐款支持我們喔 然後在看影片的同時呢 也可以請大家找我看 這個小彩蛋究竟出現在哪呢 找到朋友在留言區跟我們分享喔 好啦 那我們就一起開始 看影片囉 阿福 你來一下 怎麼了嗎 康姆森教授 我記得你最近在做放射線相關研究吧 研究怎麼樣了 喔 很不錯啊 我最近呢找到一種新的射線 它是由帶著鎮電的氦原子所組成的 喔 帶著鎮電的氦原子 對啊 而且這種射線啊 它不但能量強 穿透力也是猛到不行耶 就跟剛下課的國中生一樣 誰都擋不住 聽起來蠻有意思的嘛 對啊 我也覺得啊 這種鎮電氦原子射線的背後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研究 之後也要麻煩老師你去執照啦 好 我決定了 蛤 歐尼斯特爾拉哲伯 我要你離開我的實驗室 蛤 不是 欸 等一下 老師 為什麼突然就 啊 好啊 好啊 對不起啦 之前是我偷偷把你的布尼吃掉 我等一下就去買回來 你拜託老師你不要踢我啦 等一下 布尼是你吃的 你 好 算了 我的意思啊 是你該自己出去闖闖了 蛤 你的目標是什麼 那當然是成為像湯姆山老師你一樣厲害的科學家啊 看吧 這就是你必須離開的理由 蛤 知識是沒有鏡頭的 但你卻幫你自己設定了一個終點 我最近觀察到啊 你對我說的話太深信不疑了 這也違背了一個科學家該有的懷疑的態度 難道只因為我是你老師 我說的話就都是對的嗎 我也曾經痛打過我自己的臉啊 可是 老師 好啦 別渴吃了 剛好啊 麥吉爾大學他們物理洩系主要退休了 請我推薦人選 你就去吧 好的 我知道了 湯姆山老師 嗨 別叫我老師了 好啦 之後啊 你要走出屬於你自己的條路 阿伯 阿伯 是歐尼斯特 拉瑟夫 我的布丁 接下來即將為大家揭曉的是 本屆諾貝爾化學獎的得主 得獎的是 對放射線研究做出重大貢獻的 歐尼斯特 拉瑟夫教授 恭喜得獎 謝謝 謝謝 雖然我身為一個物理學家 卻拿化學獎讓我覺得有點奇妙 就好像我打輔助卻拿MVP一樣 不過 能拿到今天這個獎 我最想感謝的就是湯姆山教授 如果不是他 告訴我要學會質疑他說的話 我不會有今天的成就 這樣看來 湯姆山教授說的話 果然都是對的 蛤 拉瑟夫老師 恭喜得獎 沒事沒事 我們開心一天就好 不過我們這個該做的實驗 還是要繼續做 這個設備都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用鎮電氦原子 射擊金箔的裝置 已經準備完了 好 那你等等就觀察紀錄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吧 沒有問題 其實啊 根本什麼都不會發生 鎮電氦原子射線的穿透性 那麼強 肯定會直接穿過去 但是我故意不告訴他 訓練他的實驗觀察能力 就像湯姆山教授 當初在指導我一樣 觀察怎麼樣了 報告老師 大部分的這個鎮原子呢 都直接的穿過了這個金箔 不過呢 有幾小部分 產生了大角度的反彈 哈哈哈 不錯不錯 其實我只是要訓練你 好 等一下 你說什麼 鎮原子反彈啊 對啊 不過只有小部分 小部分 只有小部分 還是很誇張啊 這就好像 我拿大炮去打衛生紙 然後大炮被衛生紙 反彈到我臉上一樣耶 為了解釋眼前的現象 拉瑟夫 首先開始思考 有什麼情況 可能會造成 代正電的 氦原子反彈 隨後 他想到他的老師 湯姆森說過 原子含有代正電的物質 並且佔了原子 大部分的質量 基於代同性電的物質 會互相排斥 拉瑟夫 覺得這些代正電的 氦原子 很可能就是因為 接觸到了原子中的 正電物質 才會反彈 這時 他又想到實驗線上裡 射向金原子的氦原子 大部分都是直接穿過 只有大約 八千分之一的氦原子 反彈了 這意味著 只有極少數的正電氦原子 會受到金原子裡的 正電物質影響 於是最後 拉瑟夫做出假設 原子的質量以及正電荷 都只集中在原子內 非常非常小的區域中 而他將那裡稱為原子核 這樣才會導致大部分的氦原子 直接穿過 只有小部分靠近原子核 被原子核的正電彈開 真的非常抱歉 湯姆森教授 我已經盡我一切努力去嘗試了 可是 不管有什麼變更實驗條件 結果都顯示 我的假設是對的 也就是說 原子的結構其實是大質量的正電物質 集中在原子的中心 而你稱那裡叫做原子核 而電子呢 則像是地球繞著太陽轉一樣 繞著原子核進行旋轉 對 對 做得好 這才是我想看到的 不是湯姆森教授的助手 阿福 而是獨當業面科學家 歐尼茲特 拉瑟福 湯姆森教授 好啦 看起來可以放心的交給你了 什麼東西啊 這間實驗室啊 不 不行啦 我沒有辦法啦 這間考人提取實驗室 這物理學的虧保耶 只有像湯姆森教授 你這麼厲害的人 那就是你嗎 你都推翻了我的理論 難道還不如我嗎 這個 可是 好啦 這間實驗室 就交給你了 好 我知道了 湯姆森教授 我一定會把你的意志繼承下去的 最像名人繼承的木顏 等一下 板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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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拉瑟福主任 好久不見 這不是我在物理性認知時候 系上的學生小查嗎 怎麼跑來這裡啦 簡直就像是 接下來有重大戲分的角色一樣的 我聽說您最近接手了卡文低曲實驗室 想說來這裡找你聊聊看 可以啊可以啊歡迎歡迎 可是 你怎麼氣色好像不太好的樣子啊 很多原因啊 倒是主任最近在忙什麼 我啊 我最近呢在用這個正電 氦原子射線在打氮氣 是什麼用意嗎 沒有什麼用意啊 我其實單純就是想看看 我拿這個正電氦原子射線去打各種元素 會出現什麼事情而已 而且你來得正好啊 我剛剛才有重大進展啊 什麼進展 剛剛啊我打著打著 突然就出現了一些不是氦原子 但是也帶正電的東西 我現在已經請我同事去確認那是什麼了 老師我們主任 那個你剛剛叫我們去檢測的東西已經出來了 我們經過質量比對之後 它是沒有電子的氫原子 喔原來是沒有電子的氫原子 蛤等一下 你說什麼氫 對啊氫 不是啊 可是元素他們彼此之間不會互相變化啊 然後你說我拿氦去打蛋 結果跑出了氫 喔喔喔是是叫沒錯啦 這就好像是我拿草莓去撞鳳梨 然後跑出葡萄一樣耶 秉持著科學精神 拉瑟福嘗試用科學的方式 解釋眼前有如煉金術的狀況 首先 氦原子跟氮氣相撞後 出現了沒有電子而帶正電的氫原子 這代表它可能存在於氦原子或氮原子之中 接著它想到既然原子是由電子跟帶正電的物質組成 代表這個正電氫原子很可能就是原子中尚未被發現的那個正電物質 最後它觀察到所有原子的質量大約都是帶正電氫原子的整數倍 這代表這個帶正電氫原子很可能就是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 這個現象就像可樂不管是六罐裝還是十二罐裝 重量都會是一罐可樂的整數倍 因為這些組合都是由一罐可樂為基礎組成的 所以它猜想這個帶正電的氫原子也是組成所有原子的基本粒子之一 要是氮原子跟氦原子的組成主要都是帶正電的氫原子 那麼互撞時有一顆被撞出來也就不意外了 這下可不得了啊 大家對原子的認知又要被強制更新耶 就像手機的自動更新一樣 這是好事嗎 如果你說是這個沒有電子的氫原子 好像不能再這樣叫它了 應該要給它一個符合基本粒子身份的新名字才對 基本粒子 有了 我想到了 氫它就是第一氫的原子嘛 那麼我就取這個第一的意思 用它的拉丁文Proton來降估它吧 嗯 抱歉 抱歉 雖然有點後攝 但如果你講英文 我們後面不知道怎麼演 中文 有了有了 你想想看嘛 每一種不同的元素它的原子內部 這個粒子的數量也都不一樣 也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從這個粒子的數量來判斷說 這個物質它的本質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麼我想說我就取本質的概念 把這個東西命名為 質子 我說質子啦 質子不錯 質子 那 想必 只要驗證無誤 主任您就會向學界公開您的研究 對吧 那 對啊 怎麼了 你怎麼好像不太開心的樣子 老四輔主任 這是我詹姆斯查對科醫生的請求 請您停止後續的研究 我們在學習中 做一部吃的奔究 我們在學習中 我們在學習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